一只北红尾鞠在这里抓虫子 我发现河边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看到没 咱们放大看一下 哇 好像是一只野生天鹅 在河边梳理羽毛 不会吧 这种地方还有野生天鹅 看一下这旁边的环境 两边四周都是山啊 中间夹着一条河 上岸了 咱们得下去看一下 近距离的观察一下 我们得从这 从这个茶园走过去 先走到这个红房子那里 前面有一个废弃的红砖房子 我们到那边去 天鹅就在那个对面 近距离的观察一下 第一次见到 说明这附近的生态环境还是很好啊 我现在就在这个红砖房子的旁边 距离还是有点远 我们再往前面去一点 这四周全部都是茅草 听到那个茅草里面一直在响动 还挺恐怖的 现在顾不上了 我们去看天鹅 从这下去 这边挡到了 看不到了 希望它还没有走 还在这儿 还在这儿 它叫了一声 咱们再放大一点看 它还真会选地方 这个地方很隐蔽 看一下 它刚刚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在山上发现它的 旁边全部都是树林 四面环山 它一直在叫 也有可能是跟它的同伴飞散了 落单了 就一只很奇怪啊 非常漂亮 我们就站在远处看一下 不能再站近了 现在的距离大概有五十米 它又游回刚刚我们在山上 发现它的那个位置 这里可能是它的巢穴 它不走了 看一下这上面 全部都是荒草 树木 四面环山 好了 我们不打扰它了 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 过几天 咱们再来看一下它 还会不会在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